遗轴 一种摄影的技巧 可以将真实的世界拍出玩偶都市的感觉 大千世界的人与世 多少体面光鲜与冷峻孤傲 看似荒谬但都真实存在 透过遗轴 我们捕捉这些人哪些事 寻找社会主轴外的遗轴人生 2005年在教授的办公室 你不喜欢化学那你喜欢什么 教授听过我坦白的宣言后 既失望又气氛的闻度 低头心思片刻 知道自己已经关上了独研究室的大门 有点后悔 但外心深处却又无比兴奋 此时一头野兽几经挣扎 终于冲破脖子上的枷锁 我喜欢旅行 我叫阿桃 之前读书的时候读化学 工作的时候做销售员 做了几年 到2010年的时候我就辞职 去了一年旅行 这几乎是一个所有人都有的梦想 用一年的时间环游世界 阿桃也是 持有化学荣誉学位 做过技术员 当过工程师 客户经理 阿桃当年对教授说的话 终于梦想成真 四百日环球旅行 他带回了一万多张照片 一颗谦卑的心 一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 以及二十万字的旅途故事 因为我想用一段时间去自己想清楚 想让自己冷静一下 想想之前做的事 是否最喜欢做的 因为我估计多南亞 比较容易 广东南亞 开始 二一月新鲜 之后就开始去印度 印度之后就到中东 中东之后就上欧洲 欧洲之后就到美国 中南美洲 澳洲 纽西兰 然后就连结了 回来香港 我想起应该是在柬埔寨那里 吃饭的时候 就跟一位当地的人兄在聊天 那一开始我只是想去旅行去玩 那位人兄就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柬埔寨的民生 政府的问题 那一刻我就开始触发到 我这方面有点兴趣 想知道多点 想看多点 我们去旅行 很多时候都是着重于景点方面 但是 当你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觉 其实 你一年之后 记得的只有是人 那便开始 慢慢 从这个方向去 去计划我的行程 那一路上我去了很多地方 那我想再去几个地方 花多点时间 看深一点 比如中东的地方 因为中东的地方 我很喜欢那些人 我想再和那些人聊多点 了解多点 他们是无私的帮助你 有时候在街上 不认识的 他都会邀请你去他家 睡一晚也行 大家沟通不了 不懂说英文 亦都不怕我是坏人 虽然我胡骚 但是他都请我回家 睡一晚 请我吃很多东西 我觉得那些人真的很好 我觉得中东 我是不会超过十分钟有麻烦 我每次打开一个地图 不那么分钟就有人跑过来 西方手啊 英大人 其中一个深刻的就是 我在一间旅馆里面 结析到一个 来自巴格达的一个 当地军官 他开始都不太相信我 不过后来 聊聊聊 他就开始相信我 开始就一起 住了几天 一起吃饭 一起下去 玩人家娶 好朋友 好朋友 到最后一晚 他还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战争方面的事情 譬如 当年萨达姆是如何追杀他父母 如何追杀他唐兄朋友 到最后我们再见的时候 我邀请他有机会来香港 或者去国内看看风景 但是他说了一句 我很深刻的就是 其实他不能选择 因为他的职闲所在 国家是不会批准出国的 还有他第二天就要去战场了 他都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是如何 一样一样 在黎巴嫩我进入了一个 巴勒斯坦难民营 进入之后 走了不久 就开始被一班 巴勒斯坦难民围堵 他就问我 你是否美直华翘 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很厉害 美国的缘故 所以问我 我就说 不是我不是美直华翘 说了很久 解释了很久 最后幸好他都相信我 我问他 我其实可以什么帮到你 他说 除了有些非牟利团体 你可以捐钱给他们之外 你都可以想想 把你所见到的 告诉其他人 希望有更多的人 去关注他们的生活 可能不懂得去珍惜 现在的幸福 到这一刻 我就会懂得去珍惜 他们连下一分钟 会不会爆炸也不知道 那我在香港 还不算生活得幸福 他? 是啊 哇 最后其实真的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我不是说什么 那就大家交流一下 他说他拍得不好 我觉得有时拍摄 比如一张照片 起码不是一张 怎么说呢 一张是 风景很美的照片 可能是一张 有含意的很美的风景照片 这个分别很大 例如当地的人物 为什么会这么穷 为什么手指夹这么骯髒 他们吃东西都是用他一双手 做事用他一双手 可能找水洗手都没有 你知道那地方是一个 挺这么穷的地方 比如去到一些 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可能建筑物 剪粉 特色各样的东西 颜色都 跟其他 中东的地方很不一样 他会表达多多出来 在上面的表 在香港 随处可见法国红酒 意大利皮包 即便走一趟超市 也像是在全世界兜了一圈 全球化降低了物质交换的成本 却改变不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了解 到底又有多少 你当年 教我拍照 我 不是 就是在研究 研究 大家研究 我那时候问你 我的照片行不行 然后你就好 就接他个人 那个答案就是一个出口 你觉得在哪里认得最坏 你觉得你自己 可能是欧洲那里 欧洲拍得不好 欧洲拍得不好 对 就是拍景 有点闷 就是像你所说的 presentation 对 presentation上 presentation上 presentation上是很闷 对 你去到个地方 不是说 觉得自己很自大 对 看美人的地方在哪里 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就是 我去到秘魯利玛的时候 我 发现自己 开始有点 有点 有点 自大 有点 太过满足 就是 开始看不起其他人 就是开始觉得 哇 我去了这么多地方 看了这么多东西 我比较聪明一点 那时开始就 不喜欢跟别人聊天 或者不想再看 当地的文化 不想再了解 就好像棉花吸满水 那时我真的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走不下去了 之后我就 留在那个旅馆里 留了 大概 几个礼拜 就在那里 每天就去 看着海 在那里想 慢慢在那里反思 那就 直到 自己觉得 我都真的有些饥饿地 出来了 真的想再走 不然我再走也没意思 在机场集口 与父母作最后道别 女嘴还是从没知识 做者女我们三人哭成女人 一如以往 她没有很多的坏语 就轻轻拍了我的手臂几下 鼓励与支持就这样尽在不言中 在父母面前我言语不多 所以也轻拍她们肩颇 作为了回应 看着她们身影逐渐缩小 致看不见 我便回首一步一步的 向陈世与天堂之间的裂缝出发 身为家里最小的儿子 阿涛环游世界的计划 得到家人最大程度的支持 鼓励她趁年轻 喜欢就去做 留下一年的家用 将父母交托哥哥们照顾 计划好一切 阿涛首站还带上父母 一起去新加坡 我们也很支持她 她已经计划好了 她要去旅行的时候 她已经计划好了 也不需要我们在经济上帮她 她也不怕了 她这么大的人 她说支持 心里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之前就支持 但是她之前有去过做家留生 她也很独立 我们去新加坡吗 第一站是新加坡 又开心 又… 心情很复杂 玩完那几天 她要去场的旅程 我们分开那天 真的忍不住 在肥肥一路 一路哭哭哭哭 哭到回来香港 很爽 除了说外面世界乱 那些东西之外 我对她都很有信心 为了及时了解儿子的动向 母亲还学会用脸书 几乎每天都上去看 期间父亲生病 哥哥们也尽量瞒着她 希望她旅途安心 说到底 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 一年后回来 看见消瘦了的儿子 母亲到底还是忍不住 跑去厕所大哭 都已经三十岁了 走去厕所大哭 做什么 离谱了 弄了 老婆 不过她 放下支票 放下钱 就好些了 年轻人 你阻止不了她 就要支持她 改变不了她 就支持她 全力支持 内心都说 你不是在泰国和她报级吗 是的 其中也有和她报级过 也很开心 最开心的是 有酒店房睡一睡 加充电 因为实在太累了 对 最主要回来 都是说一些开心的事 对 就是报喜 让妈妈 不要太担心 因为刚刚开始这个旅程 通常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他们 Facebook 你主要我的 你教我的 你教我的 怎样才知道 看到一些字 在Facebook里面 看到一些英文字 觉得很奇怪 有些地方的名字 就自己去查一下 因为她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没有什么听阿哥说 没有什么特别想 她就去自己查字典 就知道了 那个地方是伊拉克那边 你还说 阿桃不知道去哪里 小声说去什么 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伊拉克 你会支持 我有个女儿 但我也会支持 因为始终这些经验 不是那么容易拥有的 当然 她当然是在所有安全和犯下 可以去做 是的 所以我都觉得 弟弟是一个很 这个 这个 这个类型 我觉得是很 很 proud 我自己 没有什么擅长 只不过 走了一个圈 看了一些东西 有些感觉 就想把这些感觉和人分享 所以我就想写书 就想藉着这些渠道和人分享 首稿都写了七七八八 当然有很多收购的地方 但是去到出品社 听回来的意见 就可能比较说 未必适合这个市场 他建议我就是 不如写一些 教人用多少钱 世界的书 可不可以这样写 又或者是 我都听过是说 叫我比较一下 不同地方的笑容 那这个我就 对了 和我本书就可能有点不同了 她的书在香港 还没有找到出版商 那些人真真切切地掙扎 思考和领悟 比不上旅游导览的书 来得有价值 如同可爱的老鼠 困在笼子里 跑圈的生命已经结束 重新看待人生 选择和战争的意义 她想去非政府组织工作 可是投了好几次简历 都没有回应 三十岁的人生在上路 会怎么走呢 找不回就 我想都紧的了 但我都没所谓 都哭了出去的了 我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那你看回你 以后的要求是怎样的 那可能租一间房 可能几千元 找份工买几元 或者少点 或者多点 没所谓 最重要是生存到就可以了 我有手一脚 我不死的 是不是 回来香港之后 我想找份工做 长工方面 我未找到 幸好之前 有个队友牌 我想找份兼职做 希望可以有这份工做一做 反押就 我会尝试 因为之前都不是做了这行 现在 转行 所以都需要一些 有机会 有机会 再帮闻机场大流里 走进他所自的那一栋 四次探望却空无一人 增大双眼 再次仔细看 原来这是后击的地方 再继续急步前往旅客到达之处 再宁静的大堂女 见到一位躺在长椅上的男士 恐怕这不是我的目标人物 再走近一点 另一张长椅上 却出现了一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 见到他正在半座半我的闭眼睡着 放轻脚步一步步走近 停在他面前 他那疲倦一双眼 亦在这时活门张开 并对焦在面前的面相 再慢慢的遵下来 让大家水平的互望对方 慢慢伸手苦摸他的面盒 轻声说道 对不起我来迟了 意外的收获 都有少少认识到我的女朋友 在序里亚 在序里亚 认识到的 他也是 他也是 在这段 插世界的旅行旅程 我们就在序里亚 认识了 之后再在美国再相见 转转转转 见了几次 没有啊 现在和我女朋友 梅尖二 在沟通 在谈谈什么 那都是谈谈 男女朋友之间的事 哈哈哈哈 第一次见到的感觉 我记得他好像和几个日本人聊天 好像喝多一点酒 所以有点吵的 漂亮又应该很漂亮的 哈哈哈哈 我想他觉得我贴心 或者是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想有一次他在埃國病了 然后我就 仗义地照顾一下他 他也是很斯文 很能救人 加上是 很强 可以自己背着背囊走 旅程结束后 阿涛并没有忘记 曾答应过巴勒斯坦的那名朋友 要将他们的故事 给更多人分享 二十多万字 记录四百个日日夜夜 他说他曾经想放弃 而这时 女友的理解和鼓励 成了最大的动力 其实他跟我说的 有十个读者认同 或者有啟发的时候 我都应该要继续写下去 我听过这句之后 我都 就算是有其他压力 或者生活上的压力 都好 我都会写完为止 其实想一个人走也很难 因为当你出去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自动倒闲 可能一起走 或者走半天也行 如果对的话 走一个月也行 通常比较多 就是日本人 和南韩人 比较多 一般他们都不 不安于严防 他们想出去 兜个圈 希望有些得着 就是这样 嗨 美智 我们在彼此 所以 你可以告诉我们 韩国吗? 你好 明智 我们在彼此 在彼此 在彼此 可以说话 对 韩国 啊 我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去 自己去自由行 我觉得 挺新奇 之后 就慢慢 酝酿了这个旅行的 种子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背包下温 不是单纯 去一些 很走马行巴 拍照 然后搭车走 然后搭车走 会比较 在一个地方留长一点 会 多点跟当地人 对话 聊天 会了解一下他们的 文化 好了 没有见到 喝啤酒 不用了 今天没见到 最少一次见到 是什么时候 都差不多 有两年了 我记得 那时候我刚刚在印度 去泰国 刚刚听到你在 Dom 说你要去印度 对 对 那就 吃了你了 那时候 我们 回到人标之后 你之后又如何 去 你的路线又如何 我已经 我完一个旅程 之前一直 没学意 印度 然后去泰国 然后 没钱了 还花钱了 回家 那时候你刚刚开始 我刚刚开始 我刚刚开始 爽 然后回到香港 就 玩东西 玩东西 做过几个月 然后去台湾 玩东西 阿勒沙涛在旅途中 遇见少有的香港人 19岁开始当非包客 赚钱 辞职 旅行 做过四五份工 前后出发六七次 这样过了五年 他现在做装修 今年八月 会再辞职 和女朋友去澳洲工作 旅行一年 他说现在很多人 只要背个大背包 一身封衣 就自称背包客 可在他眼里 关爱 尊重 包容 分享的背包精神 却很容易被忘记 没有啊 回哥 你问多我十次 我都说一定要再去一次 香港人就是太多 为了去成为他父母 想要他成为的人 那他们 而放弃了很多 自己就是想做的事 会想过有放弃的念头 和身边的朋友 亲朋戚友 都会有些意见给我 就是会建议我 30岁人都不找一份工 就好像不太好 但其实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选择 当他们在埋怨自己 为什么不可以 像别人活得这么精彩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但他们 其实他们只要肯去试 肯踏出第一步 我觉得 是可以得到 他们想要的 或者更加多 我想终于自己 我不想 我不想 就是 因为 钱而活 我不想社会觉得 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想找回我自己 喜欢做的事 我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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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得到